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第十七课在最美好的时刻离开 我们先来看这一课的生词,这一课的生词比较简单,也不太多 我们来看第一个词,事物 事物我们以前在讲义里面我经常提到 比如说这个词后面要跟一个事物名词 事物它就是表示一些事情,东西和现象,就是things 第二个词,高峰,它的意思第一个,它的意思是比较高的山峰 peak,比如说我们知道很有名的珠穆朗玛峰 吉,珠峰,这个吉我们上一节课学到 这个吉的意思就是就是,因为珠穆朗玛峰这个词比较长 那么在汉语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缩写 比如说就是珠峰,我们取它第一个字,吉珠峰,就是珠峰 好,这个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的主峰 主的意思是主要的main,是世界第一高峰 就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山,山峰peak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因为这个高峰的意思是peak,就是山的最高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来说这个事物发展的最高的这个阶段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上下班高峰时间路上车很多 就是平常,比如说南京,在这个可能中午的时候路上车不是很多 那么什么时候车很多呢?就是这个事物发展到什么时间,它的车是最多的 那么我们说是上下班高峰时间 那么一般是早上七点到九点,是上班的高峰 然后晚上可能是五点到七点 是这个下班的高峰 所以这个叫做高峰时间,路上车很多 还有,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家里用这个WiFi 我们会说高峰时间这个WiFi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那么这里的高峰时间是一般来说是至晚上七点到九点或者到十点 因为这个时间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所以大家都在用这个WiFi 所以是这个叫做高峰时间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人生总有高峰,有低谷 也就是说呀,这个人生有非常顺利的时候 可能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非常开心 但是也有低谷 就是也有一些时间是我们不太开心的 我们有很大的困满,对于我们来说比较的难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 高峰会议,Submit Conference 好,第三个词,终点 终点它最简单的意思就是Finish Line 加油啊,还有100米就到终点了 比如说我们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时候 有终点,终点线 那么终点也可以说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终点就是The End 比如说大学毕业,绝对不是学习的终点 我们应该终身学习 这里的终身,终身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应该要学习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终点站 终点站的意思是这个Terminal 比如说四号地铁的终点站是龙江站 就是它最后一站,Last Stop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迅速 迅速的意思呢是Rapid 一般我们是说迅速做一件事情 它表示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一个Action 它发生的很快 比如说那个明星演了一部电视剧后 迅速的走红 大家还记不记得走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学过一个明星很红 或者说他是一个红人,对吧 就是这个明星他非常的有名,非常的popular 那么走红的意思呢就是变得popular 好,那么迅速的走红 就是他很快的 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演的可能非常好 那么他很快的就变成了一个红人 但后来又迅速的被人们忘记了 因为他可能后来没有更多的这个电视作品 他就被人们忘记了,很快的就忘记了 现在有很多明星都是这样 他们突然演了一部电视剧 然后开始做广告,大家都认识他 但是因为没有新的电视剧 然后有后面的新的演员又演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就迅速的被人们忘记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一个电脑病毒产生一种杀毒软件就会迅速出现 好,第三个 烧饭的时候我忘记关火了 风把火吹灭了 好,这个时候厨房里迅速产生很多 CO我们叫做阴氧化碳 这个氧就是氧气 就是O2,对吧 然后化碳 碳是这个C 一氧化碳 迅速产生很多一氧化碳 好,第四个 请你迅速过来 就是请你快点过来 你过来的这个动作要发生的很快 好,第五个 迅速采取措施 我们学过措施的意思呢 就是解决的办法 对吧 就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要迅速采取一些措施 第六个 迅速做出反应 反应的意思是response 要迅速的做出反应 好,反应迅速也可以 对吧 一个人他的反应很迅速 好,第五个词 深刻 深刻的意思呢 是非常的深 非常的deep 非常的profound 它不是表面的 不是这个surface的 一般我们是说一个东西它的意义 比如说这部电影的主题非常深刻 表达了导演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那么可能有的电影是一些 我们说叫做爆米花电影 popcorn电影 是什么意思 那么它的主题一般来说不是非常深刻的 大家看这部电影只是为了 嗯,非常轻松 对吧 嗯,那么有的电影你们在看的时候呢 不是那种爆米花电影 就是不是大家吃着爆米花 喝着可乐 然后笑一笑 这部电影就看完的 有的电影呢 其实我们说 嗯,看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非常沉重 因为它表达的这个主题是非常深刻的 它表达了一个可能是社会的一个什么现象 让我们有非常深的思考 这个叫做深刻 好,第二个 很多故事用最简单的语言 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 小王子 The Little Prince 这本书它的语言非常简单 我们甚至说它是给小孩子看的 但是这本书里面的道理 其实是非常深刻的 好,第三个 我对它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个人给你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很难忘记它 你一下子就记住了它 叫做你对什么什么的印象很深刻 比如说我对童年的记忆不是那么深刻了 就是因为当时比较小 对吧 所以你们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 好,第六个 忽视 忽视的意思呢 是to overlook, to ignore 大家不要忽视每天读书的重要性 老师总是让大家要读书到群里面 对吧 虽然读书好像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 但是因为你们在自己的国家 说汉语的机会比较少 好,那么我们的书呢 现在课文比较长 其实读书是非常可以锻炼大家的这个汉语的能力的 所以大家不要忽视每天读书的重要性 好,有了弟弟后 姐姐觉得被爸爸妈妈忽视了 嗯,就是爸爸妈妈好像因为有了小弟弟 所以说爸爸妈妈可能在照顾小弟弟 那么姐姐好像觉得爸爸妈妈不太关心他 对吧 所以说她觉得被爸爸妈妈忽视了 好,第三个 在努力学习的同时 请大家不要忽视了身体健康 大家一定也要关心自己的身体 对吧 不要忽视了身体健康 好,我们来看第七个 第七个 这节科学的词呢 是戏剧 是drama 那么我们还有别的一些和这个词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话剧 stage play 比如说音乐剧 musical 好,还有一个是歌剧 那么歌剧呢 我们一般指的是意大利等一些欧洲国家的opera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也有opera 对吧 也有packing opera 也有kun opera等等 在中国的这种opera我们叫做戏剧 好,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戏剧节 话剧节等等 我们也会说演戏 那么在汉语里面 演戏呢 一般是指演电影 演电视剧 或者说演话剧 演戏剧的意思是演这个中国的这个opera 好,我们来看这句话 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 他的一生非常具有戏剧性 这里的戏剧是drama 那么戏剧性是dramatic 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这一生啊 我们说有的人的一生是比较普通的 对吧 比如说小时候上学 然后工作 然后结婚 然后有孩子 然后慢慢的变老 可能最后去世 那么我们说他的一生非常具有戏剧性 就是他的一生啊 像电影一样 可能和一般的普通的人生不太一样 比如说他可能在小的时候 他去了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可能生活比较艰苦 然后他20岁的时候 可能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然后他后来变得非常有钱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的公司又破产了 他又变得没有钱了 所以说他的这一生呢 非常具有戏剧性 就是像电影一样 不是普通的一生 好 我们来看第 我们还有啊 这个戏剧性的意思就是像电影一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我和他的认识非常有戏剧性 就是我们一般人认识 可能是在工作当中认识一个人 对吧 或者是同学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但是可能有的人 你和那个人认识 他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就像电影一样 非常巧合 或者是这个叫做戏剧性 好 我们来看第八个 投入 投入的意思呢 是把什么东西放到一个新的环境中 比如说我们来看南京机场的新航站楼 航站楼的意思是terminal 我们知道有的比较大的机场 有T1 T2对吧 那么南京目前只有一个terminal1 那么我们知道在 他现在其实南京机场 在建一个新的航站楼 那么将于2023年投入使用 就是现在这个航站楼 他的这个环境是没有人用的 那么到了2023年 他的这个新的环境 就是很多人都会用它 所以说这个叫做将于2023年投入使用 好 第二个 这部电影已经在东京投入拍摄 拍摄的意思是就是这个video 对吧 那么这部电影可能已经在东京投入拍摄了 好 他分手后很快投入到新生活中 这是一个新的环境 他的新生活 第四个 投入新工作 也没有问题 对吧 第五个 投入生产 就是比如说我们设计了一样东西 那么可能只是设计的产品 那么如果一个工厂 比如说很喜欢你的设计 那么他们会把这些你的设计 变成最后的这个产品products 这个叫做投入生产 好 投入还有一个意思 它是一个adjective 它的意思是devoted 全心全意的做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focus 比如说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 它都非常投入 就是工作的时候它只想着工作 学习的时候它只是用心学习生活 它也是非常努力生活 所以说叫做非常的投入 好 第二个 它正在看电影看得很投入 就是非常focus 然后别人喊它的名字 它也没有听见 第三个 它演戏很投入 好 那么这个投入还有一个意思呢 它是一个verb 它的意思是你为了做一件事情 花的钱和时间 比如说为了开一家奶茶店 它前期就是在开奶茶店之前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找一个房子 对吧 我们还要买很多需要的机器 很多的 比如说还要做广告 对吧 所以说它前期投入了10万元 你们想想就好像把这个10万元 放进了这个奶茶店这个program 这个项目里面 所以说叫做它前期投入了10万元 好 第二个 投入不够很难做成这个项目 就是如果你花的钱 还有时间不够的话 你很难完成这个项目 好 第三个 国家每年在教育上都要投入很多人力 对吧 就是在教育上面 我们要花很多的钱 然后还有很多的人在做这样事情 好 第四个 他在工作上投入太多了 他的太太抱怨他忽视家庭 这个投入就是他在工作上 可能花的时间比较多 那么可能有些人为了好好工作 可能还会花一些钱 所以说他的太太会抱怨他忽视了家庭 好 那么这个投入呢 他可以是为了做一件事情花的钱 那么还可以是说 就是这个钱放在一个项目里的钱是多少 比如说 国家的教育投入每年都在上升 就是国家比如说 今年花了多少钱在这个教育上 那么第二年他花的这个钱 他是在上升的 叫做教育投入 好 第二个 开一家奶茶店的投入 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资了 嗯 我们现在说 开一个奶茶店 你要放一些钱进去对吧 那么放在这个里面的钱 嗯 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资 好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做投资 投资可以是一个名字 也可以是一个动词 他的意思是investment 或者是to invest 好 第九个 争取 争取的意思呢 第一个是verb 它的意思呢 是尽力得到 好 比如说 现在他的学习压力很大 比如说大家可能最后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 你们的压力会非常大 然后你们可能时间都不够用 所以说每天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 争取就是为了尽力得到这么多宝贵的时间 他几乎都只用这个十分钟吃饭 其他时间都一直在学习 好 第二个 为了争取公费出国学习的机会 他每天都认真学习 这个争取就是我为了得到这个东西 取的意思嘛 是我们说取钱对吧 去银行取钱就是为了拿到钱 那么为了争取 这个争的意思就是compete others 那么为了尽力得到这个机会 他每天都认真学习 好 第三个 让我们在比赛中争取胜利吧 就是让我们在比赛中尽力的得到胜利吧 就是trial best 好 第四个 那家公司为了争取到那个项目 每天员工们每天都加班修改方案 这个争取就是 比如说有很多家公司都想这个项目 对吧 那么员工们每天都加班修改项目方案 好 那么争取还有一个意思呢 是尽力实现 比如说你们看第一个 今天我争取能不加班 这个不是我得到something 是我尽力的想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争取的意思呢 都是try one's best to get something 或者是try one's best to do something 这叫做争取 今天我争取能不加班 就是我因为我不是老板 所以说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加班 但是我会try my best不加班 好 早点回家和你过生日 今天可能是他太太的生日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今天的会议可能要五个小时 那这个比较久 对吗 所以但是让我们快点开始争取能提前结束 try the best to 就是提前结束 就是最好四个小时就能结束 对吧 因为五个小时太久了 这个叫做争取 好 我们来看第十个 良好 好 良好的意思呢是比较好 它不是最好 它是这个比较好 比如说第一个 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是要养成比较好的生活习惯 第二个 大家目前的健康状况良好 就是比较好 它可能不是那种最好 因为可能大家现在有一些小的毛病 对吧 比如说可能会有点感冒 或者说有点头疼 因为一直在学习 对吧 那么但是总的来说 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 叫做良好 好 中文成绩单上我们不是ABCD 我们是U那么是AG 对吧 就是A 好 良好一般是B加 是比较好 对吧 然后良是B 好 中就是C 对吧 然后X就是D 好 我们来看第十一个 魅力 魅力的这个意思呢是charm 艺术具有很大的魅力 好 第二个 虽然世界上有各种语言 但是音乐是每个人都懂的语言 有强大的艺术魅力 好 第三个 他说话非常有魅力 声音非常好听 好 第四个 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就是he is very charming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第十二个 糟糕 糟糕的意思是bad awful 就是非常不好 比如说这部电影拍的非常糟糕 就是这部电影拍的非常不好 第二个 最近的天气太糟糕了 天天下雨 就是最近的天气太不好了 天天下雨 对吧 然后在口语里面 我们还经常会说 哎呀 糟糕 或者说哎呀 真糟糕 我忘记带手机了 他和以前我们学过的一个词 坏了 是一个意思 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非常不好 然后我们口语上经常会说 哎呀 坏了 然后别人会问 哎呀 怎么了 哎呀 我忘记带手机了 something bad happened 好 第十三个等于 等于的意思呢 是to be equal to 比如说1加1等于2 对吧 1 plus 1 equals to 2 好 说了不做 等于白说 就是你说了 你只是在说一件事情 你不做这件事情 那么等于 就是这两件事情 是一样的 等于白说 白说的意思就是 你白白的说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意义 没有用意在浪费 等于白说 好 第十四个 度过 度过的意思呢 是to pass 我们一般是度过加上时间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精彩的暑假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精彩的暑假 have一个精彩的暑假 好 第二个 我在法国度过了神奇的一年 就是我有这个神奇的一年 度过加上时间 就是I have some time 我有很这个 我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星期 对吧 度过加上时间 好 第十五个 告别 告别它是一个verb 它的意思呢 是非常正式的 和一个人说再见 那么你说的时候 你觉得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 它和道别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一般我们说A跟B告别 比如说回国的前一天 我特意去办公室 跟我的老师好好告别 因为你们以后毕业了 回国了 可能很难再跟老师见面了 对吧 所以说你们去跟他告别 就是说 哎呀老师我要毕业了 我要离开了 然后老师和同学们可能会说 嗯 祝你们一切顺利 对吧 再见了 这个再见就可能是真的再见 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 还能再见到了 好 第二个 两人拥抱告别 拥抱就是hug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第十六个 平常 平常的意思呢 是普通的 不是很特别的 比如说 虽然他说的很平常 就是他说话的 他说话和普通的时候 说话差不多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们都听出了他的难过 好 第二个 今天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就是是一个不普通的日子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 因为他准备跟女朋友求婚了 对吧 那么对我们来说 可能就是平常的一天 但是对他来说 不是一个平常的一天 好 第三个 这个面包虽然看上去 平平常常 就是看上去很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好吃到流眼泪 什么叫做好吃到流眼泪 还记得了吗 我们以前也学过 好吃到哭 或者说好吃到流眼泪啊 意思就是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就是你太感动了 就是你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所以你已经好吃到要哭了 好吃到哭 好 第四个 请大家保持平常心 这个很重要啊 平常心 就是你赢了的时候 不要太激动 输了也不要太难过 成绩并不代表一切 好 平常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平时啊 我们说平常它总是来得很早 今天却迟到了啊 我们也可以把平常放在这个后面 它平常总是来得很早 今天却迟到了 意思就是平时 好 第二个 它像平时一样 就是它像平常一样 对吧 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好 认真工作 没有人知道它其实中了彩票 彩票是那个lottery 中了五百万 它看上去还是很平常 它像平常一样工作啊 并不是有的人中了彩票 中了五百万 可能说我要辞职了 我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没有 它还是像平常一样认真工作 好 第十七个 依然 依然的意思呢 是steal 它和以前我们学的 还是了 仍然了 都是一样的意思 它是一个adverb 虽然说了很多遍 但是它依然不听 不好意思 第四是听 就是它还是不听老师的话 它依然不听 它还是不听 它仍然不听 好 第二个 我依然爱你 就是我一直爱着你 对吧 第三个 到了今天 这些问题 依然没有被解决 就是还是没有被解决 steal 好 第四个 十年过去了 我们的友谊 依然如故 好 依然如故 是什么意思 依然就是 仍然还是 如的意思是像 故的意思 我们学过故事 我们也学过故有 对吧 故的意思是以前的 故事 其实就是以前的事 所以是story 那么依然如故的意思 就是还是像以前一样 还是像以前一样 就是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好 第十八个 推荐 推荐呢 是把好的事物 或者是把好的人 介绍给别人 就是你非常喜欢 这样东西 那么你要把 这样东西 或者说这个人 也告诉别人 让更多的人知道 就是recommend 比如说 我想吃地道的意大利菜 我去意大利旅游 对吧 我想吃地道的 就是traditional的意大利菜 然后我说 哎 导游 我的这个tourist guide 对吧 你有什么推荐吗 就是我想问问他 他有没有什么 知道的好的意大利菜 可以告诉我 这个叫做 你有什么推荐吗 比如说你们说 老师我想看一部 这个好看的中国电影 你有什么推荐吗 就是有没有好的 这个中国电影 你愿意告诉我的 这个叫做推荐 好 第二个 这道菜是我们餐厅的推荐菜 推荐你们尝尝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这个餐厅的 这个菜单上面 可能会看到一些英语 可能叫做signature 对吧 或者是chef's choice 那么就是这个是推荐 就是这个餐厅 觉得这个菜 是我们餐厅最好的菜 那么所以我推荐你们尝尝 好 第三个 我推荐他当我们的班长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推荐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他非常的厉害 或者说这个人他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所以说我推荐他当我们的班长 你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负责 对吧 所以你想把这个人介绍给大家 或者是你说这个人非常非常好 想让大家知道 这个叫做我推荐他当我们的班长 好 第四个 我想 我想 我向你推荐这种手机 向Thomber的推荐 我向你推荐这种手机 非常好用 好 第五个 我相信他的推荐准没错 准的意思是一定 一定是没有错的 我非常相信他的这个推荐 好 第十九个 淋漓尽致 这个字有点难 它是一个成语 那么它的意思呢 是fully或者 thoroughly 它是形容这个文章 电影或者一种表演 它表现得非常全面和深刻 比如说有一部电影 叫做国王的演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The King's Speech 那么在电影里 这个演员叫Colin Firth 把Duke of York 这个人演得淋漓尽致 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人 这个Colin Firth 他演得非常好 他把这个Duke 表演得非常的全面 就是他演得非常像这个人 可能和我们在历史书里面 看到的是一样的 这个叫做演得淋漓尽致 我们在看一些好的电影的时候 我们会说 嗯 这个人演得非常好 什么 你觉得他演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人 他把这个电影中的这个角色 这个role 他的性格 对吧 他的很多的事情 他该笑的时候的样子 他该哭的时候的样子 都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像真的一样 那么这个叫做淋漓尽致 好 第二个 这篇新闻 把现在的社会问题 分析的淋漓尽致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社会问题 那么我们在看有的新闻 他可能只是很随便的写了一二三 对吧 那么这篇新闻 他可能把这个社会问题 他在分析 analyze 分析的淋漓尽致 就是非常的全面 他考虑到了各个方面 这个叫做分析的淋漓尽致 所以说 大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不太会用这个成语 没有关系 大家看到这个成语的时候 就是要理解 就是它首先是一个 褒语的成语 就是它是一个好的词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 或者说一个东西的 这个分析 或者说表演 非常的全面 注意到了各个方面 非常的好 非常的完整 这个叫做淋漓尽致 好 第二个词 评价 评价的意思呢 是comment 比如说对于此 还记不记得此是什么意思 这个 对于此 对于这个东西 你有什么评价 可能是对于一部电影 对于一个人说的话 或者是对于一个报纸 对吧 对于此 你有什么评价 any comment 好 第二个 观众给了这个演员 很高的评价 我们可以说很高的评价 也可以说很好的评价 good comments 好 第三个 老师给他的评语 什么叫做评语 就是我们会在一些 这个成绩单上 对吧 老师会给他一些comments 这个叫做评语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孩子 好 第四个 网上有很多 关于这个明星的负面评价 什么叫做负面评价 negative 正面评价 positive 负面评价的意思 就是关于这个明星 一些不好的一些评价 比如说 有的明星 他们在这个 可能演戏演得不错 但是在这个生活里面 可能非常没有礼貌 对吧 现在我们说网上 他经常会拍一些明星的照片 然后发到网上 然后这个就是关于一个明星的负面的评价 比如说非常没有礼貌 那么正面评价就是说一些 这个人的一些好的地方 负面评价就是说这个人不好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找酒店 那么我们去booking上面 我们经常会点开那个评价 看看这个关于这个酒店的正面评价比较多 还是负面评价比较多 好第五个 你给出的评价太主观了 不够客观 主观的意思 subjective 不够客观 不够objective 有点片面 就是不太全面 有点片面 只是一个方面 并没有考虑到整个的 叫做有点片面 不够全面 好 下面这个评价呢 不要随便评价一个人 这里的评价是 invaluate 或者我们说叫做judge 对吧 不要随便judge一个人 不要随便评价一个人 或者一样东西 除非unless 除非unless 你已经全面了解了 就是你已经了解的比较全面了 全面了解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十一个 lan lan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个 adjective rot 就是因为时间长 这个东西流出了水 变黑了 我们说变质了 它的这个quality改变了 比如说水果烂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买了香蕉 然后放了两个星期 我们可能肯定会发现 这个香蕉呀 已经变黑了 然后你再摸一摸它 它的那个香蕉的这个 已经变软了 对吧 可能会有那种水出来 已经不能吃了 这个叫做水果烂了 好 第二个 衣服 或者是皮鞋 烂了 那么 这个衣服 比如说我们放在这个衣柜里面 很长时间不穿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因为我们的房间 可能有温度 有的时候很热 有的时候很冷 对吧 那么它的这个衣服 或者说这个皮的东西 leather的东西 它就会变黑 然后你就 比如说你一碰它 它就马上坏掉了 那么这个也叫做烂了 好 第三个 这个 这个是在 可能在电影里面 也会看到 伤口烂了 就是 我们比如说看一些关于战争的电影 一个人可能被枪打到了 那么它有一个伤口 但是呢 可能在这个战场上 没有办法去医院 对吧 医疗的条件 这个medication 的这个条件 不是非常好 那么它的这个伤口 没有得到处理 没有什么措施 那么它的这个伤口 这个皮肤就会变黑 然后会有水流出来 还有血流出来 对吧 这个叫做伤口烂了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烂 第一个意思是这个 第二个意思呢 还可以说 它是指一件事情 非常的不好 比如说你的这个借口 也太烂了 就是太不好了 非常的不好 好 第二个 我觉得是一部烂片 什么意思 片的意思是影片 就是电影 就是一部电影 你觉得太不好了 你可以说是一部烂片 烂片就是不好的 非常不好的 没有什么质量的 好 第二十二个 第二十二个 主持 主持的意思呢 是to host 我们有主持人 对吧 好 还可以是主持什么 可以是主持一个晚会 一个evening party 或者是主持一个会议 主持一个conference 还可以是主持工作 或者是主持一个项目 这里的主持工作 一般来说 它的意思就是 take charge of 主持一个项目 它的意思就是 也是 就是take charge of 好 我们来看第二十三个 运用 运用的意思 其实就是用 它这个 应语里面翻译的是 utilize 它是非常正式的说法 它是用 something 记住 一定是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 我不能说 我运用 不对 因为你运用 你就是说 我用笔 没有问题 但是你运用的话 一定是非常正式的 用something 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 我们要运用科学 做什么事情呢 解决人类的难题 difficulties 好 第二个 运用知识 我们要运用知识 解决很多的问题 对吧 好 所以我们有 正确的运用 灵活的运用 正确的 就是你用这样 你用something 做这件事情 是正确的 好 灵活的运用 flexible 成功的运用 successfully 科学的运用 scientific 广泛的运用 比如说 我们知道 有一些技术 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了 比如说 以前的这个 internet的这个技术 我们说 不是每一个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用的 对吧 但是随着这个 科技的发展 science和这个 technology的发展 我们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运用 就是它的这个面 很多人都在用这个 internet 叫做广泛的运用 好 下面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闭幕式 closing ceremony 这个没有问题 好 第25个 集中 集中 它第一个意思 是把这个 分散的人 或东西 放在一起 比如说 我说 我们下午三点 在楼下集中 什么意思 我们在下午三点 以前 同学们 有的人在宿舍 有的人住在学校外面 对吧 有的人在这个教室里面 有的人在图书馆 有的人在食堂吃饭 等等 不知道 那么 我们都是分散的 我们是separate的 那么我们三点 在楼下集中 就是我们从各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叫做集中 好 有的时候 我们在大 在这个大街上 马路上 会看见 很多人聚在一起 对吧 我就说 大家都集中在这里 是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看见很多人 在一个地方 好 第三个 我把几张卡里的钱 集中到一张卡里去了 这样比较方便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的经验 可能 有的时候 你们身上 可能有这个debit card 但是不止一张 对吧 有的时候 可能学校 让你们搬一张 然后你以前的 在的城市 又让你们搬一张 那么可能 卡里面 这张卡里面 比如说有300块钱 另外一张卡里面 有500块钱 很不方便 对吧 那么我现在 把几张卡里的钱 集中到一张卡里去了 这样比较方便 这样我可以知道 我一共有多少钱 对吧 好 第四个 我们会把各位的意见 集中起来 写一封信 给学校 好 比如说 我是这个 我是一个学生 对吧 那么关于一件事情 同学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学校在问同学们的意见 那么我们不能每个人 都写一封信 给学校 这样学校领导看起来 要看很多很多很多封信 可能每封信里面 只有一句话 或者说 可能每封信里面 有的信里面的意见 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 比如说 把这个留学生的意见 把它集中起来 集中成一封信 然后给学校 好 第五个 请同学们 集中精神 这个精神是spirit 就是集中你们的 这个注意力 请同学们 集中精神 不要什么 开小拆 这个词大家记住 小拆 拆的意思是出拆 对吧 business trip 小拆的意思就是 small business trip 那么什么叫做 不要开小拆 这个词很有意思啊 就是你们 比如说老师 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啊 我希望同学们 不要开小拆 就是不要去有一个 small business trip 因为你们想一想 如果是你们去一个 small business trip 你们就离开了 课堂 对吧 所以说就好像 有的时候老师在这个 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同学们可能没有跟着老师 你们在想你们自己的事情 就好像你们虽然 是坐在教室里面 但是其实你们的这个 spirit 你们的这个mind 已经去到了一个别的地方 就好像已经去出差了 那么我希望同学们 不要开小拆 就是不要 你们的这个mind 不要去别的地方 叫做不要开小拆 好 所以说集中有一个意思 是什么呢 concentrated 它是一个adjective 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的意思是attention 对吧 就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 就是你的这个注意力啊 有很多个地方 不是在老师在学的 这个HSK5的这个地方 可能在想 今天晚上我要不要跟他见面 嗯我们见面了吃什么 这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在想别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说精神很集中 这里的精神和注意力 是差不多的意思 精神很集中 就是你非常的concentrated 好的 这个也比较简单 第26个体会 好 体会的意思呢 是 第一个它是一个verb 它的意思就是体验和感受 比如说当了妈妈 我才体会到 我们也可以说我才体会出 以前妈妈有多么辛苦 就是我才能感受到 我才能体验到 妈妈有多么辛苦 以前妈妈说很累 我们不理解 对吧 那么当了妈妈后 我才能体会到 妈妈以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你仔细听听它是怎么唱的 体会一下歌曲要表达的感情 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唱歌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感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在听别人唱歌的时候呢 我们要好好的体会 就是我们要去感受 我们要去to feel to experience 这个歌曲 它要表达的感情 好 我们来看第 它第二个的意思 就是你体会的这个东西 你感受到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feeling 请你谈谈 你对这部文艺作品 文学艺术作品 叫做文艺作品 literature and art 所以它可能是一部电影 可能是一部小说 可能是一幅画 不知道 它是一个文艺作品 好 请你谈谈你对这部文艺作品的体会 就是你谈谈你的 你看了这部文艺作品之后 你的一些想法 你的一些感受 这个叫做体会 你对什么什么东西的体会 比如说请你谈谈你对 你在这个中国生活的体会 你的feelings 好 我们来看语法部分 这节课有两个语法 第一个呢 是宁可 它有一个这个structure 宁可A也不B 就是表示经过比较以后 我们选择了 我们选择去做A 因为A和B相比的话 A是比较好的 那么有的时候 因为听话人已经知道了 这个B是什么 所以说B也可以省略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作为母亲 as a mother 她宁可自己累一点 好 这个自己累一点是A 对吗 好 那么B是什么 也不想委屈了孩子 委屈了孩子是B 委屈了孩子 就是让孩子受委屈 这个词我们学过的 委屈 好 那么什么叫做 宁可自己累一点 也不委屈了孩子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妈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 有一些困难 那么她现在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自己累 一个是让孩子累 那么她比较了以后 我们可以说 几乎所有的妈妈 都宁愿自己累一点 对吧 所以说她选择了A 好 我们来看第二题 我宁可不吃饭 也不吃这个 好 A是什么 A是不吃饭 B是什么 吃这个 好 那么A和B 两个我比较了 一个是我不吃饭 我什么都不吃 还有一个是我吃这个东西 那么我选择了A 是不吃饭 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然是可以说这个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 真的是非常难吃 对吧 我宁愿不吃 我宁愿饿 我也不要吃这个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如果找不到相爱的人 我宁可不结婚 好 我们来看 这里的宁可不结婚的意思是A 那么他后面他把B给省略了 Omit了 我们想一想他省略的是什么 如果找不到相爱的人 我宁可不结婚 也不 也不和不相爱的人结婚 这个就是他的B 他的B是什么 和不相爱的人结婚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不结婚 和我和相爱的人结婚 相爱 哪一个更好 可能对有的人来说是 因为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相爱的人呢 反正就先结婚吧 因为大家可能在这个年龄 都要结婚 对吧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把不结婚和 和这个不相爱的人结婚 比较以后 我觉得其实不结婚是比较好的 因为如果和不相爱的人结婚 可能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的生活甚至会不开心 对吧 所以说我的选择是 我宁可不结婚 好 第四句话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这句话老师以前跟大家提到过 什么叫做食无肉 就是我的这个吃的东西里面没有肉 这是A 对吧 B是什么 居无竹 居无竹 居无竹的意思是 你住的地方没有竹子 不可居无竹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把这个没有肉 和没有竹子相比 我宁愿没有肉 我也一定要住的地方有竹子 叫做不可居无竹 然后选拨 选择B是住的地方没有竹子 坏一句话说就是我一定要住的地方有竹子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以 以我们学过关于以的很多词了 以前啦 以后啦 对吧 那么以呢 这节课我们学习 一个是P-R-E-P 它的意思是用或者拿 就是with 比如说微信 以英文名 WeChat 正式进入国际市场 就是微信 框子里头 按得分多少 决定输赢 这个没有问题 好的 它的名字 是以他爷爷的名字命名的 就是它的名字 是用 他爷爷的名字 命名的 就是他用了他爷爷的名字 对吧 好 第四个 那场足球比赛 虽然Real Madrid 只剩十个人了 他们有一个人 可能有一张红牌 Red Card 然后就下场了 那么他只剩十个人了 但还是以什么 以少胜多 就是Real Madrid 可能是十个人 但是可能Barsan 还有十一个人 但是Real Madrid 以少用少 赢了多的是一个人 对吧 以少胜多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 请不要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的人 做了一件好的事情 它其实没有什么目的 但是我们总想 嗯 他那么做 一定不是这么好的 他肯定是为了一些 为了一些别的事情 就是我们想别的人 没有把他们往好的方向想 我们觉得他们 做这件事情 一定有一个不好的目的 这个叫做什么 以小人之心 就是我们呀 好像别的人 其实是一个gentleman 对吧 gentleman的肚子 我们用我们 不是gentleman的心 去marrow 别人gentleman的肚子 意思是什么 就是别人 他其实是一个gentleman 但是我们在 想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 不是一个gentleman 我们自己是一个小人 小人的意思就是 一个不好的一个人 一个小人 就是不是gentleman 好 第二个 以 它是一个conjunction 它的意思呢 表示目的 记住啊 它的结构是A 以B 就是做A 是为了B B是A的目的 比如说 虽然我们已经老了 但是还要坚持学习 坚持学习是A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坚持学习 好 以 适应社会发展 以B B是A的目的 那么坚持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适应社会的发展 adjust 这个society's development 大家一定要记住 必须要先说A comma 以B 不能两个 变化位置 不能以B comma A 不可以 比如说 以适应社会发展 我们还是要坚持学习 这句话是错的 一定是 do something A comma 以 B 一定是这样 大家要记住 比如说 我们戏剧的舞台工作人员 投入了Devote 对吧 投入了很多时间 投入了很多时间 是A 好 目的是什么 以 创造良好的舞台效果 Creat 比较好的 这个stage effect 好 这个月 我天天训练 这个是A 你做了什么 我天天训练 好 目的是什么 以 在运动会上 获得好成绩 就是 为了 所以说这个 以的意思 其实就是为了 和为了差不多 那么 但是为了 可以放在前面 但是记住 一定 只能放在 comma的后面 好 他大声的 说出 他的决定 他大声的 说出了 他的决定 这个是A 为什么要大声说呢 为了 表示 他的决心 他大声的 说出 让每个人都听见了 是为了 表示 他的决心 好 这个是第17课的 声词 和 预反